雷浮位于泰国东北部 每年六至七月份举行的鬼脸节 是当地的一大盛事 号称是泰国版的万商节 更像一场热闹的嘉年华会 在正式的游行之前 我已经跟着当地朋友 一起参加了半夜在河边的仪式 虽然一开始有点神秘 但在成功从河里 找到代表高僧的石头之后 表示今年的鬼脸节 将会圆满又顺利哦 听说随着天色又亮 整个清点也会越来越热闹疯狂 准备好了吗 现在就要让我带你们 从清堪小镇的早晨开始 体验雷浮美好的一天吧 因为我来到这里要吃传统清堪早餐 听说除了粥 除了一些其他你们可能看过的东西 等一下会有一个很当地的菜 你一定没有看过 我也没有看过 所以我很期待 早餐都来了 看到我前面的食物就知道 我这一辈子可能没有办法当和尚 这里是东北 特别找到的叫做铁锅蛋 当然它就是在一个铁锅煮的 上面是重点 因为这里有一些比较越南式的猪肉 最后就是我们油条 在展望常看到 这好像牛和豆浆一样 但是你看它的形状稍微不一样 然后 它是比较厚一点 比较扎实 然后这里有两个不同的酱料 一个呢 这个感觉好像在吃克里斯皮克里斯 很甜 而且这里油条跟台湾的很不一样 因为它们的感觉比较脆脆的 比较干 那这里是 嗯 扎实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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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